2020年人口普查将会影响 未来10年政府代表的位置 医疗 社区公共设施等资金分配 请立即上my2020census.gov 参与普查 全球新冠死亡人数接近25万 美国死亡病例超过6万8千 经济压力导致多州 加入重启经济浪潮 佛罗里达等六个州 今天起允许部分企业重开 CDC与FEMA内部预估 本月新增病例及死亡可能翻倍 至6月1日每日病死可达3000人 连锁服装店J.Crew周一申请破产保护 为第一家因为疫情申请破产主要零售商 意大利等疫情好转的12国 放宽疫情限制 英国俄国疫情仍在扩展中 英国新冠死亡人数将超过意大利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